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学费生活费一般都是家里负担,我也没有什么不同,我只是想稍微独立一些,比如说,能自己挣个饭钱,是什么让您决定采用速卖通dropshipping的模式,开展业务,自由,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喜欢在线电子商务的一个原因,而且dropshipping模式被很多人喜欢,网上有大量的教程不是课程,这使得入门变得比较容易,每当我搜索一个主题的时候, 总是有十多个结果,可以帮我解决问题,这让作为新手的我,感到很有信心,您在印度的dropshipping业务,是如何开始的,我的第一个店铺,是用简单的wordpress主机和woocommerce下键搭建的,因为我觉得shopify的价格,有点高,第一次尝试,我失败了,原因是,速卖通是我第一个实验的平台,还有我的经验不足,但是,相信我, 我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学到了很多,最终达到了今天的结果,一连数月,都没有什么结果,我测试了相当多的产品,但是,最终都遇到了失败,但是,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,我很严肃地对待这份事业,所以,我坚持下来了,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,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订单吗? 当然记得,第一个订单是2019年12月9日获得的,那时,我刚刚开始完投放广告,我仅仅用了5美元的广告费,获得了29.95美元的订单,包括运费,说实话,我非常开心,我不太会表达情感,当看到第一个订单时,我落泪了,我是在2019年8月,开始做dropshipping的, 每天都在测试产品,已经花了1000美元了,我还每天在YouTube上学习4-6个小时,并且把学到的东西,应用到Facebook广告和店铺运营中,所以说,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和1000美元,才收获了第一个订单,但是,在这4个月中,我学到了很多,所以感觉很值得,您现在的业务怎么样? 这是我的店铺截图,所以说,并没有浪费什么,您只需坚持到最后,我现在21岁,我拥有了5万美元的净资产,没有负债,如何找到正确的创意,我利用Google趋势来帮助我找到立即市场,另外,查看流行的Facebook视频,对于了解用户的需求和期望,都是很有用的,在为产品选品时,我会分析速卖通的统计数据,我的第一个标准是, 产品和供应商的评分,都必须在4.8分以上,我会持续上新品,经过初步选品后,我会使用Facebook广告进行测试,关于价格设置,一般我会直接在原来的价格上乘以二,对于有些低价的产品,我会乘以50如何做推广,我只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广告,没有使用其他的渠道,吸引正确的受众,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, 因此我测试了多个广告素材和副本,并举行了A、B测试,用来发现效果最好的广告,另外,我会同时测试多个兴趣,以确定广告的最佳受众群体,我有三个店铺,推广他们每月的平均花费是5000美元,您是如何管理店铺的? 我每天大约需要2-3个小时来管理我的商店,除广告测试外,最耗时的任务是产品研究和产品页面编辑,有时候,客户服务也很棘手,通常,有1%的客户非常难对付,因此,我要保证足够的利润来退款,我在产品定价的时候,也考虑到了退款,通常,100个订单,我会保证有2倍的利润, 即使在退款无比之后,也能保证这个水平,当然,买价也有不同,我最大的订单,是518美元,没有1美元的折扣,很可能那家伙以为,这个价格太低了,在印度,dropshipping模式在法律方面如何,我注册了我自己的公司,这并不难,必须年满18岁,具有政府核发的身份证明,并且有租赁协议的租用场所,很简单,您的生活 有了哪些改变,谈到我的生活,没有发生大的改变,我能够获得梦想的16英寸的Markbook Pro笔记本和索尼耳机,这对完成我的工作非常有用,我不希望有债务,也不想对这些钱做风险投资,在未来,我准备开设自己的广告和推广代理机构,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还要取得更大的成功,您的家人和朋友,对您的dropshipping业务有什么看法,他们非常开心, 作为一个普通的印度家庭,我的家人不相信我能在6-7个月就能赚这么多钱,您要知道,在印度,Facebook刚入门的初级工程师,每年的工资也就是17000美元,因此,我用不长的世界,赚了4倍的钱,对我来说,是一项很了不起的事情,对于我们的读者没有什么建议, 我想告诉所有的人,不要屈服,继续前进,请相信我,您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第一次成功,坎率的说,如果你知识在那里空想,等待,你是不会成功的,你必须要努力工作,把钱花在刀刃上,Facebook广告或其他的APP上, 记住,在drop视频中,时间是重要的一个因素,你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你去推广一个过时的产品,您将很难获得成功,因此,我的建议是,在必要的地方投资,不要想自己做所有的事情,您不擅长建店铺,如果可能的话,就花钱买,把时间投资到重要的事情上,不要因为琐碎的事情, 把你忙个半死,您不会精通所有的事情,所以可以付费去让其他人,专家,程序帮助您去做事。